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生性多疑 他對外面的環境的反應很大 有人的聲音我就不出來 他視力麻麻 不過聽力驚人 他會黏牆地走 因為有些安全感 還能屈能伸 不怕髒不怕黑 生活環境多數是污水渠 伸手敏捷 隨時走入你家 看他病毒症候群鼠液 歐端型螺旋群鼠咬炎 沒有對症下藥 接受適當的治療 可以有一個比較高的死亡率 鼠泥鼠去 腰區米泥有什麼法子 增長門來 拉蘇 進去滑水 進去還是滴路 通常是先拉蘇 帶領走 有很多材料 這個作用是因為他們會不貼訂 天天走來拉屎 阿兒在深水埗鴨寮街開牌當近20年 專賣手機配件 她說一直以來偶爾都有老鼠出沒 不過今年4、5月開始 鼠患的情況就嚴重了 客人在買東西 整隻老鼠是早上到處走的 多開心可以開派對 會不會咬你們的東西 咬算吧 一條半條 這些又要撕碎 那些店舖起碼一年多沒有開的店舖 你看它底下是通心的 人們的垃圾都倒在那裏 益座大廈 因為是沒有倒垃圾的 每天每天 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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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們都把垃圾都丟到垃圾 冷飯菜汁 蔬菜 甚麼都有 但不知在那裏有紅衫魚 那你有甚麼可能沒有老鼠呢 你告訴我 搞到阿姨這麼困擾 這群鼠輩有多猖獗 入夜後 我們在鴨寮街前後的幾條街 手珠袋鼠 大老鼠 小老鼠 通通出來尋寶 在行人路 碟行碟過 就算食環處在後巷放了老鼠藥 都一樣有 老鼠的天敵 貓 似乎見怪不怪 根據食環處的鼠環參考指數 深水埔一直是鼠環重災區 鼠環參考指數 是統計鼠吏被老鼠咬的比率 去年全港全年平均值是4% 而深水埔的全年平均值高達8.9% 去年下半年更加達到一成 阿姐 還沒下班嗎 還沒呀 深水埔區議員劉沛玉說 這區衛生環境惡劣 是鼠環的主要成因 這裡有很多的珊瑚大廈 他們沒有法團 沒有管理公司 也沒有遮遮 做清潔 排檔比較多 有時四月五飯 外賣的飯盒 就這樣丟在排檔後面 我們一起回到凌晨 拍到老鼠出沒的後巷 這些是老鼠最喜歡吃的 叫做香蕉皮 還有一些飯盒 一個食店洗碗女工說 老鼠多度沒有負 這個嗎 你們裡面有沒有老鼠 隔不久走 隔不久走進去 隔不久走進去 你最多一次見到多少隻老鼠 有時性炸 但那天怎麼見得這麼多 小孩子 有小孩子 有多大隻 小孩子 有小隻有個 後巷轉角的蕭美店老闆就說 食環處因應這裡的情況 擺了老鼠籠 不過足極都有 慢慢都有三、六隻 這麼厲害 收光我來收光我擺櫚 哇 又不要說這個肥膚那麼多 食環處的一些防鼠滅鼠的方法 這麼多年都不會很創新 經常見到一包很乾的 這樣吊在地上 是不是可以有些新的藥 或者新的方法 可以吸引老鼠 而是達到那個目的呢 這一天 食環處大埔區防治蟲鼠組 去一個目標小區 進行防鼠工作 這包前幾天有沒有吃過 如果它污染了的話 就換一換了它 逢一三五做的 每次來我們都會看 小孩子有沒有吃到 如果有吃到的話 我們都會更新的 如果後巷有暑睡 或者是有疑似暑動的話 我們就會在那裏 看看有沒有更嚴重的暑跡 就會再看看會落藥 每一天的放工時間 大概四點左右 就會在這裡放暑 大概每一至兩米就放一個 食環處說 現時的防治暑患方法 是參照世界衛生組織的技術指引去做 包括改善環境 使用暴暑器 和抗型血劑類滅暑藥等 放了三包 加多包總共四包 四包 全世界大部分訓練的地方 都是用這種的 它的好處就是安全 貓、狗 如果牠們吃了 或者人 不小心吃了下肚子 牠要吃一個很大的份量 然後才會影響到牠們 陳澤森說 這種暑藥雖然安全 但由於是用穀物紅米 和抗型血劑混合而成 很容易受潮 不新鮮就會影響藥效 他認為在市民難以接觸的地方 好像是坑渠下面 可以轉用不用包膠袋的 立製暑藥 藥的有效成份大致上是相同的 只是跟一些納質的物體混合 主要是令到牠們防水 成本是比用那些穀物 或者什麼那些貴少少 不會貴很多 經緯線早前在社交網站 向網民收集老鼠出沒的證據 發現元朗區也出現鼠中 在黃大仙區 有市民更加在家裡捉到老鼠 我們再根據網民的報料 來到旺角長旺道街市 夜晚十點鐘都未夠 有街市檔口的貨倉 就變成老鼠樂園 比深水埗的重大隻 亦都不怕人 吃下東西 又喝下水 爬水館亦都沒有難度 而樓上就是民居 一階之隔 食環處外判箱在這裡洗街 這棟大廈在旺角波蘭街 這棟大廈在旺角波蘭街 我們以前是玻璃棉的 但現在是製造了類質天花 類質天花本身有個好處 老鼠咬不穿的 至於有關槍 雷先生是法團主席 持有幾個出租單位 他說鼠患情況嚴重 所以花了不少錢 加固天花和安裝槍沙 半夜兩點多 他們突然說 我見到老鼠 雷先生救命啊救命啊 如果老鼠多 做房東也不要做 晚上也睡不到 他說自從去年年中 隔壁的上海街 有市建局地盤動工 就經常有老鼠出沒 頭半年 他拆樓了 我們完全不覺得有老鼠的問題 但是拆樓 清了泥頭 開始平整地基的時候 因為他滑地下 那些老鼠就走出來 他連我們鐵閘那塊木板 都咬穿了爬進來 食環處都很積極了 他下了很多藥 放了很多老鼠籠 但是 地基做之前 那個預防工作 大家都不知道 有些人是否知道的 是否知道的 由尖旺區議員黃書明 跟進這區的鼠患問題 近十年 他說隨著社區環境改善 近年已經少了老鼠肆虐 但是因為活化工程 就令鼠患問題 再一次困擾這一區 一做大維修 無論居民 或政府的雀眼點 都不在公共衛生問題上 黃國區的鼠患參考指數 去年上半年達到9.3% 全年平均值達8.4% 不過黃書明就覺得 這個指數的計法 很受環境和天氣影響 未必準確反映社區情況 會不會這個鼠患指數 可以細化到一個地區 不同的黑點去計算呢 又或者是有個別的 大型的工程 會在那些地方開展 那麼鼠患指數 會不會優先在這裡計算呢 食環處回覆查詢的時候說 測試過不同方法 在考慮本港天氣情況 和老鼠雜性等等的因素之後 認為目前統計處理 被老鼠咬的比率做法 最適合香港 但亦都會留意地區人士的意見 大家都很擔心 會不會出現 很多年前真是老鼠咬人 引致到有什麼嚴重疾病的問題 社區是不斷有很多活化更新的事 所以我們都要想想 如何面對這個問題 沙田博康邨 是房協的租字計劃屋邨 最近有沒有發現老鼠有多到 人稱阿邦的沙田區議員 趙柱邦說 村內有大排檔 還有一個舊式街市 衛生環境比較差 多年來都有鼠患的問題 過去百年來都是一間競技公司 開過很多社會 都反映鼠患問題 但都沒有怎樣改善 進入了大排檔範圍 那些就是房處負責 清潔共事就不做了 所以有些推射 今年四月 阿邦決定親自出馬 膽粗粗 買了十個老鼠籠 試試自己捉 放了一天之後 在水池邊已經捉到兩隻老鼠 老鼠就會踩到滾輪 滲了下去 自設陷阱成功 阿邦和辦事處義工胡錫 打算再挑戰一個 網上流傳的竹鼠陷阱 他們打算用花生醬 引老鼠走上一個滾軸 然後讓牠們失足跌入水裡 我們試試用兩個水桶 一方是用膠管 另一桶是用兩個汽水罐 看出來的效果是哪一個好一點 或者兩個都不可以 或者兩個都不可以 我們要去捉老鼠 做個實驗 這個位置經常有居民投訴 說很多老鼠在這裡出沒 我很有信心 應該可以的 放這裡吧 實驗結果是怎樣呢 稍後回來再告訴你 裘叔一家三口 住在土瓜灣一個唐五樓單位 四十幾年 偶爾會有一些不速置客 早前放一把米 那把米都咬一口 這些麵都咬虛 很困擾 又怕衛生 怕我屎影 我放一些東西 他又失時 我又失了 他失了的東西 我又不敢吃 晚上三年都會引響 見到老鼠 你怎知道他會否跳上你床 還有窗口那裡 都有老鼠屎 還有老鼠尿的味道 我又不敢大聲吵 我女兒和我老婆 女性還怕老鼠 你一說有老鼠 他就整晚都不敢睡 為了緝空 裘叔在廳裡放了陷阱 我覺得老鼠龍 又擺叉燒 又擺香蕉 又擺燒的魷魚 又擺燒雞 我現在又擺油炸鬼 想說 讓他入陷阱 這些油炸鬼是昨晚放進去的 現在都能放進去 鼠環問題在區裏一直都有發生的 不過最近幾年特別嚴重 因為區裏有沙中線的地盤 引致老鼠走來走去 林博說這區多私人樓 食環署多數都是教居民防鼠的常識 其他都沒有什麼可以幫到他們 他們只能夠透過管理公司 或者街坊 教他們一些防鼠的知識 教他們怎樣買老鼠籠 老鼠籠放在哪裡 這日我們邀請滅鼠專家 看看球宿住的大廈附近的環境 工序隱藏的地方太多了 好像這裏有個樓梯鋪 特別是這裏 整幅爛爛的 老鼠說他最喜歡在這個地方出入 大廈後面 一條食環署管理的後巷 情況更惡劣 這裏有個後樓梯 但我們看到後樓梯第一 就是環境比較鬧窄 我想都沒有什麼人出入了 所以老鼠最喜歡在地方沿樓梯上 還有大家看到這條後巷 這個環境就非常之差了 太多雜物也有積水 尹山林馬 你好 小姓陳 陳偉強去到球宿家 看看屋裡面的情況 好啊 好啊 早上起床都 上見了 那些有些膠袋都吐冷的 我有馬就是這樣 我又放在這裏 不然間從這裏走出來 嗯嗯 等下床辦公室 後來我看到 一走就走出去 因為它在這裏後面形成一條通道 讓它走來走去 嗯嗯 它都算乾淨 但是雜物多 所以能夠清掉雜物 不要有那麼多洞洞洞 讓它躲去就最好 特別是廚房的位置 廚房的水盆底 不要放那麼多東西 因為老鼠很需要喝水 是不是老鼠屎 我啦 是啦 是啦 這塊東西多久啊 好久了 只有幾天了 幾天 沒有什麼大作用的了 嗯嗯嗯 最好找些香厚一點 香厚一點的東西 我又給我燒魷魚了 對 魷魚就可以了 嗯嗯嗯 如果你捉到老鼠 嗯 找個桶 嗯嗯 浸進去 嗯嗯 浸死它 浸水有兩個好處 第一就是上面清洗麥克龍 第二呢 原來老鼠死的時候 那些鼠塞是成為跳的 老鼠身上都有一些跳塞 它就可以跳到人類那裏 亦是可以感染人類的 我們上提及到的疾病 譬如包括鼠液 歐端形螺旋菌的疾病 或者是鼠型的斑診傷寒 鼠咬熱 汗它病毒 鄭醫生說 雖然沒有跡象顯示 香港受老鼠傳播的疾病威脅 但是他就提醒市民 如果家裡有老鼠出沒的痕跡 就要留意身體狀況 初期的症狀 是不是十分明顯的 可能是會有一些周身骨痛 好像有作感冒的現象 有些就會發燒 膠炎不重 會出現血壓低的現象 防治鼠患 市民想切陷阱捉老鼠 都要有技巧 專家陳偉強就教了求叔幾招 沒有法治療 一般我們會這樣做 加一塊板 為甚麼呢 免得走進去踢腳 老鼠籠不是這樣擺 要這樣擺 因為老鼠的視覺不太清楚 而且晚上出動 他是靠捉鬚 蝦在牆邊走 他才有那個感覺 老鼠交板有好處 就是他捉到在這就在 等如老鼠籠一樣 你可以用膠袋包住 就丟掉它 如果你老鼠藥 你只聞到味道很濃烈 但你不會知道在哪 要這樣擺 如果你那個角不適合 就這樣擺 記住一定要貼牆 防不生防 現在鎮量用鐵罐 或者交客那些裝 我會這樣 看看會否會好一點 至於薄康村的滾軸老鼠陷阱 擺放了兩個禮拜 結果是怎樣呢 中途我都換了兩次的花生醬 因為近來都經常下雨 我放完花生醬之後 陷阱可能過兩天又下雨 但是人又要重新再來 所以現在桶沒有老鼠 有些雨水在 可能吃了 但沒有掉落陷阱 應該叫做失敗 沙田區議員趙柱邦說 薄康村有些老鼠 比貓更大隻 而且又聰明 要祝他們一點都不容易 不過他說會繼續嘗試 用大些的膠筒做實驗 他希望新的外判清潔公司 加強服務 連帶提高居民的衛生意識 減少社區的鼠患問題 經常見到花草都很多的垃圾 但其實無論清潔公司 可能清潔完之後 但很快就會再有垃圾出現 很明顯就是有些居民 就亂拋垃圾 外護整個社區 減少垃圾 其實要搞好一些衛生 自己都有責任 才可以解決到鼠患的問題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